微信群里有这么一些女网友跟曲姐说 就是有一个富二代追求她们 花钱呢也没有花很多 请了一个这个100到3个人 就这种小餐馆 就又要卷着自己 装那个假大款 假大款 也没有跟你花什么钱 而且呢这个开着保马的 这个富二代胖子 跟这个朋友们吹啊 说她给前女友花了多少钱 是骗了她多少钱又搞劈腿了 怎么怎么对不起她 她受伤害了 然后曲姐就给她们解读啊 我说这就是骗术啊 这就是话术 曲姐给你们解读她的话术是什么呢 这个保马胖子啊给这个前女友 花钱呢完全是她愿意是吧 也不知道是真花这么多还是她吹的 也不知道是谁啊让谁受不了 劈腿没劈腿也是她嘴巴说出来真假不知道 就是劈腿也不可厚非是吧 毕竟没有结婚是吧 只是说先无碍的那个人先离开对不对 先啊就是能够离开这个人的 他有能力离开 那他越离开就离开吧 是吧 这不就是这个恋爱过程的这个互相彼此试探 互相调试谁想离开 都无可厚非是吧 而且呢 这个保马的这个胖子呀 他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他给他前女友花了多少钱 是他嘴巴说 有证据吗 有发票吗 有收据吗 有账单吗 没有 而且他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们想一想 这个先打一个问号 这个缺姐先不给大家揭开这个谜底 先说一下啊 就是那个所谓的储男 之前群里啊 还有个男网友自称 他自己是储男 他又说他以前是220斤 不到1米8 1米78 说句实话 在男权社会里 你即使是储男 也是因为没有女人愿意操你 说句实话 并非是你品德好 有真操 是吧 这个男权社会里啊 这个男性 他们是没有真操观念的 如果说 他们是储男 就完全是一种失败的象征 他们以操女人为自己 有男性魅力的这种证据 这种证明 这男性魅力啊 这就是男权的这个谎言骗术 所以呢 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 你说你是储男 你是想让确姐夸你干净呢 真洁呢 还是想让确姐嘲笑你无能的 所以呢 你有哪种文化确姐都不想评判啊 你而且你是不是储男 你也没有证据提交 是吧 你有什么证据提交呢 是吧 你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的事就不要瞎 记不说 这就确姐的观点 现在咱们揭开一下谜底 所谓的啊 这个男性总跟这个其他的啊 就是他可能就是想这个选择的这个目标群体 他要找新的女朋友 他总跟这个所谓的啊 潜在的新的女朋友 总在嘴自己的前女友 只要是男性跟你们嘴 他们的前女友或者前妻 那目的就有三个 第一 让你呢 觉得他呀 大方有钱 又大方又有钱 但这钱不是他自己赚的啊 他们这种男的啊 是想挥舞的小鞭子 让你们呢 跟他的前女友慈敬 慈性竞争啊 你们呢 就要好好表现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得好好表现呢啊 那你们也能花到我这么多钱啊 你们不好好表现就花不到啊 我给我前女友花的这么多钱 第二呢 是让你们觉得 他是一个受伤害的可怜的男保啊 还不快点给他发什么好人 好好的疼爱他 好好的疼爱他 给他母爱 第三呢 哪怕真的有谁愿意跟他帅 那呢 他也指配了 就是说 缺姐跟你们说啊 哪怕你们真的有谁愿意跟他建立这个信源关系 那你也指配得到比他前女友更差的待遇 更低的待遇 因为什么呢 他的理由就是我受伤了啊 你还不快点体谅我的难处 说他这种啊 就一个寄生虫二世祖 花着父母的钱是不劳而获的啊 是天然继承的他没有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取 你说他根本就有什么难处他有什么难处呢 是吧 很多男保都是体谅自己父母花了几百万给自己买的房子啊 缺连二十万的彩礼啊 就是你要了我们全家的老命 那就是男保自己认为你不配 花他父母二十万 他才配花他父母几百万 看懂了吗 所以啊 你们都不要心疼男人啊 只要是嘴前女友的男人都是不怎么样的男人 为什么说不怎么样 缺姐啊 这个在下面的视频啊 慢慢的啊 跟你们这个肢解 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